1.110.120.000 今天香港蘇富比的明星古董 就是曹新城搜藏的北宋乳搖 不過他現在並不在這個玻璃展館內 因為他被帶到了VIP室 有收藏家對他展現極高的興趣 好不容易送回來又被拿走 專家小心翼翼 雙手捧著小碗抱在胸前 由四到五個保安互送開路 就怕一個不小心有個意外 中國藝術品這幾年在全球市場火熱 出手的多是大陸藏家 人數多又出好價 讓各地拍賣行競相舉辦中國藝術拍賣 而重要的拍品來源就是台灣 台灣的收藏家比大陸的收藏家 要早進入這個市場 特別是國際市場大概有20年 他們手裡的藏品非常讓人 這個叫心心念念的 但是近幾年出手不是很多 葉建一說大陸有好價 台灣有好貨 台灣的清外雅籍更是赫赫有名 會員涵蓋草新城 廣達董事長林百里 震旦集團創辦人陳永泰等等 他們在古董自畫搜藏的實力 被形容直逼故宮 而台灣藏品中最厲害的就是中國書畫 像是一代大師張大謙 秘笈金剛是張大謙在大吉林的時候畫的 他的畫作去年拍賣885件 總成交額約台幣107.82億 連世界文明的必卡索都甘拜下風 而曹新城在香港嘉世德11月 還要拍賣收藏的三紙明代瓷器 其中最貴的明家鏡五彩玉藻紋蓋棺 能不能再創紀錄也引發全世界 對台灣藏家的強烈好奇 記者王清玉 魚翼香港採訪報導